受到连日降雨影响山区水量饱和 清风乡嘉兰新富社区上方的山沟水量宣泄不及 直接溢流到社区的道路上 村长赶紧确立部分的住户 而乡公所也调用挡水板将大水引至水沟 另外在东64线三公里处 也因为水量过多又出现了坍塌的状况 而目前都是禁止通行 4号凌晨大雨不断 造成金墨湘嘉兰村新富社区上方山沟水量宣泄不及 直接溢流到社区道路上 村长赶紧劝离部分住户 安置到多功能活动中心 青年们也来协助救灾 将阻挡排水的石块清出畅通水流 而金墨湘公所也用挡水板将大水引流至水沟 并免水一直流向住家 下一下太大了 然后我们那个水沟 土石还有什么那个石头啊泥沙都溢满了 所以那个水就从道路下来 然后到村庄下来 这里是在我们多功能活动中心 大家全部来这边 这边是比较安全 一直到早上降雨逐渐趋换 村民看着凌乱不堪的家园 只能先自救 将家门前的土石清除 乡公所也吊派机具 清理大事块 你都看到都是石头 因为那个水沟后冒出来的水 还有石头 它是从上面冒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清理 看人家开车 停摩托车危险耶 对不对 那刚才 该拿掉就拿掉啊 而在加兰村 重要的连外道路 东六十四线 在三公里处 先前台风造成的摊放处 原本的临时便道 有部分路基 遭边坡大水冲刷摊线 也出现土石流的状况 另外两条连外道路 目前仍无法通行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两处重要的 这个状况的发生 第一个是 我们看见的左边的这个 左边这个土石流 另外一个是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有上端的 这个河 也是小山沟啦 水下来以后 就把这边的 一个原来的 清好的道路跟 被用的 准备修复的道路呢 有一段就冲刷掉了 那因此现在 这个地方 车辆也没法通 那目前替代道路 现在因为 也确实 也有一些土石流 那也正在处理当中 那另外呢 西头到我们 嘉兰这个替代道路 那目前也是一样 都有很多的 这个土石流的状态 那目前我们都 跟县府来建议 是不是来支援 重机界 怪手跟三猫 来一起让这些 道路尽快的通 台风夹带大量雨势 为进风箱带来 不少灾情 目前嘉兰村 连外交通中断 村民期盼 看相关单位 能尽速抢通 让村民能 方便进出部落 九条节 进风向不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